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201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我们带您关心一则讯息 从汇丰控股到高盛集团 国际金融界的一些大牌机构 近来纷纷降低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 原因在于这些国际银行总体上觉得 投资中国并没有兑现他们寄托的期望 也就是让他们进入一个有利可图 大有希望的市场 以美国银行来说 美国银行向中国建设银行的投资 带来了不菲的利润 但除此之外 基本上没有别的收获 因此在2011年11月 美国银行将他们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 减持到1%左右